新竹市文化局文化艺朗从即日起到9月10号展出银像光的那一端 Towards the Light展览 由孟佳童老师所创作的60件精彩作品 刚从高雄市文化中心结束展出 接着寻回到新竹 期望观者可以从孟老师的每一幅创作作品中 获得前行的能量寻找到真实的自我 光不管在艺术史上 自然界中还是人们的日常生活里 都占有极具重要的地位 经过时代的演变 它不单单代表光明的一面 也包含着某种重新的意义 此次展览以光意涵重新开始 影像则象征着带领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自己 往光的那一端前行 此次展出作品拥有自己的阳光 阐述人们在生活与观看这个世界的同时 也不断找寻自身与广大世界中的位置 阳光照应着人来人往的街道 光线穿梭在人群中成为闪烁的光点 同时述说着城市的蓄力繁华 也呈现忙碌而永无停歇的状态缩影 孟家彤借由阳光明媚的城市 描写反映出拥有自我 以及找寻属于自我的一束光亮 来自台中的孟家彤老师 是属于年轻一代的画家 曾获得黄西美展入选的荣耀 美术专科班出身的他 一边学习一边创作 对自己充满信心 创作能量丰富多元 孟家彤认为每次绘画的过程 都像是在画自画像 在另一件作品沉着中 以粉紫与蓝的相互交错 透出沉稳却又反复变动的状态 来呈现隐隐的光 拂过侧脸 睫毛与嘴角的光影 都变得若隐若现 邀请民众一起欣赏 记者简书期新竹采访报道